今天 江湖来了 来了 来 我们有请 欢迎您 大家好 怎么称呼您啊 先生 我叫曾祥 一阵之后 见到你现在妻子 当时是怎么考虑的呢 因为在地震之前 我就认识他 他是给我们带团嘛 就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他那个时候身材很好 然后轻轻活泼 真的 他很能干 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后来地震之后 电视上就看到他的消息了 我 当然我很震惊了 不知道可不可以问他 问他的情况 就跟他聊起来 后来我就去看他嘛 比较深入的一些交谈和接触 然后我就发现他很孝顺 他很孝顺他的妈妈 他很坚强 有很多优秀的品质 我觉得他非常优秀 我就向他吐露了这番意思 其实最开始的时候 我自己不敢去 去接受 但是每次他来到我们餐厅的时候 就是默默地帮我去做这 帮我去做那 然后有时候 比如厨师 有很多浪费的东西 他都会把它制纳起来 其实在我那个时候 我需要什么一个人 他在电带关门的时候 有大量的家具啊 什么碗片和消除的 我都尽快地就是 把一些我家里能够用的 跟它捡起来 因为在我看来 很多东西都可以留着用嘛 然后就尽量地收拾这些东西 所以你就那个时候 觉得像过日子一样 这一点就关键的是 获得了丈母娘的欢喜 丈母娘就觉得 这个想我不错 会过日子 对对对 就婚后又生了个宝宝 儿子多大了今天 马上七岁了 马上七岁了 女儿十五岁了 我们家每年都会 安排时间出去遇到 拍马上七岁了 无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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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衮圈 对生活充满了激情 它其实出来的话 它就是说有点不方便而已 其他和我们都一样 甚至比我们强大 人啊 其实想做的事情 没有不可能的 我这个样子 以前我健全的时候 我都没打过篮球是吧 去年我来过你们天津 那天导演邀请我来天津 我说我去年才来过你来干嘛 我说我来打篮球 他都说你打什么篮球 我说我来打残疾的篮球 这也是后来学会的 后来学会的 因为残联对残疾的人 每年都会组织很多活动 体育活动 打乒乓 打篮球 我拿了一个金牌 一个银牌 什么运动项目 一个是手机嘛 就是一个是支铁笔 一个是那个 标枪 标枪那个 看你的动作 毕胜 是吧 好棒 嗯哦 行